它能扩大我们对世界的了解的五种感官能力 使我们能测量到我们不能用五官觉察到的信息 电磁波谱是指电磁辐射能所有的可能波长 从最短的X射线到最长的无线电波 每个物体对不同的波长都有自己的指纹图谱 所有物质都根据它的原子种类 以特有的方式反射、传输、吸收这些频率的方式 被称为共振利用摇杆器 我们能够测量这种不可见的电磁能 它们有不同的数量和不同的波长 摇杆是通过远距离测量来获取信息的 我们使用许多对电磁波谱中不同波长敏感的摇杆器 例如,一些摇杆器用来接收绿波长 而其他的接收红外波长 所有摇杆器都属于以下两个主要类别 无源摇杆器测量已经存在的电磁能量 有源摇杆器发射自己的电磁能并测量其反射 事实上,你的身体已有四个无源摇杆器 你的眼睛可以看到太阳发出的电磁光的反射 你的耳朵可以听到在空气中声波传输的声音 你的鼻子可以闻到通过化学反应产生的气味 用触摸,我们可以感觉到蝴蝶的飞翔或太阳的灼热 我们还有一个有源摇杆器 语音通过它的回音 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与反射语音木质的距离 为了更好的理解无源摇杆器和有源摇杆器之间的差异 你可以联想带闪光灯的相机 当摄影师使用闪光灯照亮黑暗中的目标 测量反射回相机的光时 相机是有源摇杆器 但如果摄影师不使用闪光灯 相机将成为无源摇杆器 因为不是相机提供捕捉图像需要的能源 在这种情况下 能源来自外部发射体 比如太阳或房间的一盏灯